各位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黄言的迷雾 抵达真相的别案 好多粉丝要求讲一讲 现在在中国的一个热搜话题 就是中山大学中山二院 有一个实验室里边的工作人员和学生 集体罹患了癌症这个事情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中山二院通报乳腺外科多人患癌 11月7号网传中山二院乳腺外科团队 疑受实验环境和试剂影响致多人患癌 8号凌晨官方称 近年有三人患癌 没有再读的学生 患者家属表示 通告中每个人负责不一样的课题 但都是经常做实验 涉事的医院是中山大学孙艺先纪念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简称中山二院 位于广东省是一所综合性的三级甲等医院 创建于1835年 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 是2009年启用 至今培养了超过200名的学生 涉事的医生叫苏世成 他的团队 他是副主任 是中山医院免疫教研市的副主任 主任医师研究生博士生导师 当事人之一呢 一个姓黄 是2012年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就读 本硕博均为中山大学的学生 2023年10月确诊一线癌 2012年进校到2023年11年吧 11年这个呢 是中山二院的一个乳腺外科团队的 集体患癌的聊天记录 说呢 有三个博士 一个博士后 全都是汗健型的 一个是一线癌加转移 汗健型的乳腺癌 附膜后肉瘤 全都小于30岁 都是汗健型 要是汗健型都发生在一个组里边 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啊 而且呢 还网传这个苏世成老师呢 把拿到病例报告的学生 给踢出了群疗 说这个患癌的学生被踢出去了啊 11月7号 医院的党委办公室 说了相关的信息不实 正在调查处理 而涉事的苏世成呢 他还正常的在坐诊 苏世成回答记者呢 说完全是造谣 医院呢 稍后会有公布啊 医院的宣传人士说呢 这个消息肯定是假的 中山儿院呢 11月8号发布了情况声明 说近年呢 有三名罹患癌症的 没有再读的学生患癌 说这个黄某 是在院 攻读博士学位 此间呢 在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 学习毕业后 入职 该院的乳腺外科 从事着临床工作 2023年10月 确诊 一线癌 接受手术 刘某 男的 2013年到2018年 在该院 攻读博士学位 此间呢 在乳腺肿瘤中心 实验室学习 毕业后 进入该院的乳腺外科 从事临床工作 2023年6月 被确诊为 滑膜肉瘤 并接受了手术 术后 恢复良好 还有一个 进修人员 来院 进修一年 在乳腺肿瘤中心 实验室工作 在工作地 被确诊为 乳腺癌 是2023年 家属呢 说被提出 全疗的 患癌患者 黄某的妹妹 乐乐发声 说苏世成 确实把姐姐 给踢出群了 一号出病离 二号踢人 是吧 是因为 她姐姐问责她了吗 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无情 是吧 通告中的三人 负责不一样的课题 但经常做实验 目前呢 姐姐的病情 仍然很严重 院方应该 对姐姐的病负责 希望能给姐姐 安排最好的治疗 同时减免 经济负担 广州的卫健委说 正在跟进处理 稍后会有官方的声明 会组织第三方机构 调查实验室 患癌与曾 参加实验室的工作 是否相关 这个中山二院说 这个玩意儿极其复杂 要第三方机构 要来这个进行调查才行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来龙去脉 11月7日 广东广州 有人发布消息称 中山二院 中山大学孙 一仙纪念医院 一专家教授的 学生集体患癌 引发关注 爆料图片显示 有人发布信息称 中山二院 苏市城的学生 集体患癌 还有消息称 今年乳癌那边 六个学生患癌 有个还是一线癌 肝腿 另有消息称 三个博士 一个博士后 都小于30岁 全是罕见性 记者在该院网站查询发现 苏市城为教授 主任医师 研究员 7日当天 还有其专家团队门诊 11月7日 记者联系上 广东中山大学孙 一仙纪念医院 党委办公室 工作人员回复称 他们已经关注到此事 经核实 相关信息不实 关于此事 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后续将公开发布 中山大学孙 一仙纪念医院 发布情况说明 2023年11月7日 我愿关注到 网络上有传播 中山二院乳腺外科团队 已受实验环境 和试剂影响 致多人患癌等信息 医院迅速组织 调查核实 初步了解到 近年在乳腺肿瘤中心 实验室工作 学习过的林园中 有三名罹患癌症 其中两名 现为我愿乳腺外科医生 在临床工作 另外一名 不是我愿职工或学生 为外地来愿进修人员 已回原单位工作 该实验室 无再读学生患癌 具体情况如下 黄柏 于2017年至2022年 在我愿攻读博士学位 此间在乳腺肿瘤中心 实验室学习 2022年7月博士毕业后 入制我愿乳腺外科 从事临床工作 2023年10月 被确诊患医腺癌 并接受手术 目前情况稳定 柳柏 南 2013年至2018年 在我愿攻读博士学位 此间在乳腺肿瘤中心 实验室学习 2018年8月博士毕业后 入制我愿乳腺外科 从事临床工作 2023年6月 被确诊患华膜肉瘤 并接受手术 术后恢复良好 以上两位职工患病后 医院一直关心其健康情况 组织专家会诊 探望和慰问 另有一名进修人员 为某外地医院毕业博士生 2021年来 我愿进修一年 在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工作 已于2022年4月 结束进修离开广州 2023年 在工作当地 被诊断为乳腺癌 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 于2009年启用 至今培养超过200名学生 成立以来 实验室一直严格按照规范统一管理 对所有实验人员 都有开展实验前安全 和规范操作培训 针对公众对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关切 我愿将一如既往守好安全红线 并自觉接受上级主管部门检查监督 也感谢网民对我们提出意见建议 针对将患癌与实验室 或者施济接触进行关联的关切 鉴于个体癌症发生的诱因极其复杂 承治欢迎有关部门组织第三方机构 进行评估调查 关键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在这里边第三个患癌的 那个所谓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进修的那个 他为什么没说性别呢 如果是男的回到了当地 患了乳腺癌 这就相当可怕了 因为男的患乳腺癌的是极其稀少的 所以第三个的性别没说 还有啊 就是确实是把患癌的这个 这个学生给踢出去了 把姐姐给踢出去了啊 一号出病理 二号就提人啊 说这个这个医生确实很冷血 现在最令人啊 不解的一个操作就是院方 把这个实验室给拆除了 院方的人士回答说 凑巧是赶上了消防检查 好好家伙 哎呀 说是拆实验室了吗 啊 说这个实验室是要计划拆掉的吗 不是 没有这个计划 啊 因为出了这个事了 这是封口 临时决定要拆掉 啊 就是姓黄的黄敏师姐所在的实验室 对吧 求求你你给我打上马啊 啊 内部人士爆料啊 这个 有些同学说啊 包括很多露出来的盒子箱子 外边有一个黑色的包装袋 包的严严实实的 啊 切片盒也散落一地 估计 是全拆了 而且实验室前几天刚送走一批试迹 说这是 这个现在拍摄的吗 啊 现在是拍摄的啊 就这个照片 是确实是全拆了 实验室就在吻旁边已经在拆了 离谱啊 那既然 医院里说要欢迎第三方检测 为什么把实验室给拆了呢 而且这个事啊 各位 还牵扯出一个 这个 学术不端的问题 就说这个中山大学的孙毅仙 这个中山二院的院长 这个不是院长 是叫什么呀 叫宋尔卫 宋尔卫院士 他的儿子在中学就发了三篇 SCA论文 我的天哪 老子英雄儿好汉哪 他爹写论文把他的儿子写到第二创作者上面去 这是给他儿子攒什么资历啊 上中学的时候发什么论文啊 这肯定是学术不端嘛 对吧 学术不端啊 咱们有一说一啊 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 二百多个学生 近年来有三四个 有人往传说六个啊 都在这个实验室待过 患癌了 对吧 这个呢 有没有实验室的因素呢 啊 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啊 有专家出来了说了 说这个人呐患癌症啊 它是个长期的过程 你这个癌细胞形成以后啊 它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啊 等到你的人体免疫力压不住这个癌细胞的时候 它就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你就患癌了 为什么这个人心情不好 工作压抑容易患癌呢 是因为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的免疫力就低 所以你就容易患癌啊 就这个意思 这说的没错啊 说的没错 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但是你看看刚才那几个人 有一个学生十一年在这学习患癌了 有一个学了五六年患癌了 有一个两三年 那两三年回去了 那个也患癌了 是吧 那个咱们有一说一啊 这个事啊 到底跟实验室有没有关系 从理论上来讲 他们从事的是什么呀 乳腺癌的研究 他们做的一些动物实验 猴子呀 小鼠啊 他们必须得用一些化学试剂 来激发这些动物的癌症 他才能研究 你明白吗 所以这些化学试剂 能够激发癌症 那是什么化学试剂呢 就是那些 那个很毒的那些东西吧 这个东西如果实验室里 发生了泄漏的话 那肯定会加 肯定会 大概率的啊 加大患癌的这个风险 对吧 咱们有一说一啊 有一说一啊 既然存在着这种可能性 大家还注意到了吗 这三个披露出来的患癌的人员 一个是都在这个实验室 长期待过 另一个是 他们呢 有两个是去了 他们医院里的乳腺癌肿瘤科 是不是啊 那么咱有一说一啊 就是说 你这个乳腺癌肿瘤科 天天 是不是也得接触一些 比如说木把呀 给人家拍那个影像啊 是不是也得接触一些放射的东西啊 反正综合的因素加起来以后 200个多个人里边啊 现在就近年来查出了三个人患癌 从比例上来讲啊 说实在的不高啊 不高 但是呢 你要是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的话 你别拆实验室啊 你拆实验室干嘛呀 你不是第三方来这个调查才行吗 对吧 你自己啊 完全有能力给大家一个令人信服的这种交代 哎 你专门把实验室给拆了 说你这玩意儿 你说现在碰巧是消防检查 你鬼信呢 对不对 你说你要真有问题的话 给这些患病的博士生一个公平的交代 对吧 至少在大众眼里边至少还挺磊落的 你这是把学生完全当耗材呀 一出责任啊 这个一出事责任就全抛掉 把这个实验室直接给拆了 这显然啊 这个医院做的有点没人性 说实在有点没人性啊 希望呢 这次的热搜事件之后啊 能够有更高级别的调查部门啊 好好查一查 是不是这个医院里存在着这种啊 诱导致癌剂泪漏的污染的这些问题啊 咱们有一说一 这个事并不算大啊 两百多个人里边有这么三四个啊 患癌了是吧 很不幸意啊 是吧 但是这个事情必须得公众一个交代啊 你不能这么喜乐糊涂的一拆了之啊 点个订阅啊 咱们下期再聊